陈姓老妇因长照丈夫压力太大 台湾高等法院对他拿铁榔头打死案 考量姥姥照顾长照杯哥 自首而改判两年缓刑五年 报道说当时他还要照顾孙子 让我想到长照政策主谋 林万亿把母亲丢给父亲照顾 还谎称要让他动手动脑 年轻人要照顾失能老人 都会搞到腰痛手痛心痛了 要老人进行姥姥照顾 当然就是老人的长照地狱 陈姓老妇案我在两年前谈过 当时法官就指出 若年轻人不把照顾工作都丢给老人家 汉事应可避免 且陈父还要烦恼长孙的行为问题 老人不但要照顾老人 还要照顾孙子 这是多么大的压力 照顾老人有多么辛苦 诸如要随私在旁 还要闻生就苦 要照顾比他重很多的丈夫 还要忧心孙子 身心压力之大 难以想象 我过去照顾父亲时 最后都累出职业病 腰痛手痛 睡眠不安稳 以我当年那么年轻 都感到难以附和 何况是老人 相对的 制定当今长照2.0政策的林万亿 必然是从个人经验发想 要全台湾照顾者跟林万亿有同样心思 2017年8月27日 名人养生林万亿起床第一件事 拉巴下单报道说 林万亿的妈妈就没这么幸运 老年应洗肾健康状况差 过世前经常往返台大医院 当医院通知病危时 是林万亿放下手边工作 本往医院签放弃急救同一书 不过当时长期照顾林妈妈的人非林万亿 而是林爸爸 林万亿说 我们兄弟选择放手 让爸爸照顾妈妈 是希望爸爸动手动脑 有助刺激生活功能 姥姥照顾对老年人来说 并非林万亿想象中 有着希望爸爸动手动脑 有助刺激生活功能的美好功能 反而阻碍了老人自由生活 并且强加身体与心力压力在其身上 法官对诚信老妇案指出 若年轻人不把照顾工作都丢给老人家 还是应可避免 林万亿这种作为 无疑就是照顾工作都丢给老人家 这种林万亿心态 其实也是许多姥姥照顾 常照杯哥背后的推手 我们不妨来看林万亿 所谓希望爸爸动手动脑 有助刺激生活功能的背后 究竟是什么 林口长庚医院 一般级老年精神科 李淑花主治医师在老老照顾 也要量力而为 一文指出 姥姥照顾的特殊考量 比起一般成人更为复杂艰辛 年长的照顾者 因年纪增长 加上身体健康问题 尤其是需要24小时 照顾失能者的照顾者 除体力高负荷之外 精神层面处于紧绷状态 因此容易导致身心失衡 有时也增加罹患忧郁 焦虑与失眠的风险 台湾长期照护专业学会理事长 吴孝琪在长照议题 高龄照顾者 知姥姥照顾问题则提到 姥姥照顾 最常见的照顾问题 是照顾者体力 记忆力都大幅减弱 照顾技巧 亦无法跟上日新月异的医疗照顾 照顾者 除了要照顾失能者日常起居 包括洗澡 大小便 时 陪伴就一等问题 还要担心失能者跌倒 骨折 泌尿道感染 伤口感染 呼吸道感染 压伤 俗称入疮等问题 还要照顾失能者 与自己的情绪 以上种种难题 根本已经超越 希望爸爸动手动脑 有助刺激生活功能的善意 而是逼使父亲陷入绝境 不然 法官们也不会认为 那位退休老师 杀福 情友可敏 而判他缓刑 或许 我们应该说 凡是子女 其实有经济能力照顾长者 却假借 要另一长辈去照顾 根本就不是善意 而是恶意 而有这种话术 要自己父亲照顾母亲的零万亿 他设计的长照制度 如此千疮百孔 缺乏量能 除了我谈过很多之外 我也完全不意外 长照2.0之下 长照杯哥 还会如此绵延不绝了 Blackjack 2023年5月6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